吃货 有啊 玩家 在这 达人 这是我 我是吴依佩 邀请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7月17号星期六的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第二小时的 POP有够近 我是依佩 好 刚刚在第一个小时 听到我跟博卡 七早八早 好不好 礼拜六的早上 我们就勾起大家 想吃冰的这个欲望 因为毕竟在台湾 真的我必须说 大家真的很幸福 因为呢 所有的冰品啊 各式各样 应有尽有 无论你是要挫冰 要雪花冰 要绵绵冰 还是要泡泡冰 什么冰都有 而且大家就常说 每次都到的夏天 最期待的事情就是 你知道在冬天 如果吃冰的话 就是常常会被妈妈念 尤其是女生就会觉得说 你妇科这样不好 对女生的身体不好 不要吃冰 可是夏天真的耐不住 你要怎么样忍耐说 一整个夏天在台湾 这么多的冰品诱惑 你可以说 我坐怀不乱 好不好 我都不要吃冰 很难 但是今天呢 我们要聊 既然要聊到冰 我们就要聊到透彻一点 我们请到了这个 这一位专家 他很厉害 因为呢 吃冰 人人都会 但是他吃冰吃到出了一本书哦 而且他把全台湾各地 譬如说 现在大家还是没有办法 这么随心所欲的爬爬灶 还是会心里有点担忧 对不对 但没关系 我们今天透过这一位 他吃冰吃到出书的这个作者 来跟大家介绍 全台湾的冰店真的是太多 而且还有很多很厉害的故事 我们欢迎出了这本台湾冰好吃 台式冰品花样摆出的作者 江明丽 明丽你好 哈喽一佩 哈喽各位听众 大家好 我是明丽 好 当然呢 这个疫情啊 还没有真的完全 百分之百的解封 现在是微解封而已 所以我跟明丽就用这个 call out的方式来访问你啦 对 忘没止渴一下 好 这本书什么时候去网罗搜集 里面真的是全台湾啪噪 这本书里面大概收录了 28个点 然后里面大概 我分成四大主题 包括有电厂冰 糖厂冰 还有古早味的冰店 冰店 以及就是现在还蛮流行的 就是近期才比较出来的 就是专门以新鲜水果做的 那个鲜果冰棒 就我这本书 其实是这四大主题 去做介绍这样子 那原则上还是以 吉亚冰把播为主 像刷冰就一点点 像现在年轻很爱的 那种很华丽的 那个日式刷冰的话 我们这一本就没有介绍 大部分还是以古早味的冰棒 去做介绍这样子 我觉得你这本太会了 因为现在呢 全台湾就流行一种复古风 对 你知道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 他们吃到以前的这种 鸡仔冰啊 或者是那种糖厂冰 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但是以前的冰 不需要这么多的变化 你就可以朴实无华的 吃到一支 让你开心一整天的冰 尤其是 我还记得小时候 那种阿公 那种爷爷 在旁边 真的有把布 把布的声音 然后大家下去 买那冰 你知道那个把布味 现在都只会出现在原油会 你才可以吃到那个味道 而且还没有那么的香像 对 或者你只能在YouTube影片上面 真的 对 就没有办法 就是经历过 当然像下可能还是有 可是都会的小朋友 应该没有看过 就是可能会骑着那个 脚踏车 然后拿着冰桶 然后就会那个把布把布把布 然后你听到这个声音 你就会出来想 对 冰来了 把布冰来了 对 而且你知道那个车子 都不能骑那种 杰安特的那种 变速车 一定要是那种 有点类似 丹公啊 车那种感觉 就是有一种古早味 后面还有个价值 对 而且重点是 卖的人一定要是阿伯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我从小 我从小的印象 我就一直觉得 卖的人一定要是阿伯 我才会觉得 他的把布很好吃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跟你讲 就是因为早期的时候 不是有一些 像我采访的 有一个在台南 有个那个店家 叫太阳城 他们最初也是批发冰 给人家做的 就是银沙冰的 然后他在台南那边 那早期的话 就大概很多那种 荣民伯伯 他就是可能都自己一个人 然后他们那时候 也不知道要做什么生意 什么的 那刚好批发冰 这个他又是一个人 可以独立完成 他就骑着一台脚踏车 然后就是把那个冰 把冰桶装满 他就可以骑着脚踏车 那个就是周边的地方 去沿街卖 这也是一种生意 所以你为什么觉得 是那种阿伯那种 应该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可能一些农民伯伯 他需要 那还有一些可能 年纪比较大的人 他可能 没有一些 其他的一季之长 或什么的 这个刚好就是 可以拿来做生意 因为我觉得 现代人的生活 都太快速了 就是常常我们 譬如说我们你看 所有的 所有在卖素食 都在得来素 有没有 大家就是要快快快快 可是你知道 以前 那对于我来说 是一种儿时记忆 你知道那种 卖这种 把布把布的伯伯啊 他手可能就是 因为你当年纪大了 手可能会有点 小豆 我会刷 所以呢 他会问你说 你要什么口味 这样子 比如说你刚才说 芋头 还是 对对对 芋头 还有什么 花豆 芋头 花豆跟凤梨 就是最传统的 所谓三色冰 而且你一球一定都是 他都很厉害 就是三种都挖钱 对 很厉害 然后你知道 他挖的时候 手还会有点围堵 可是你知道 这种事情 真的不能坏 因为你在旁边 那种小孩 在看那个阿伯 在那边挖那个冰的时候 就觉得 好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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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其他冰 而且以前都会 被妈妈限制 说不能太常吃 或者是考试 考一百分才能吃 就是一种 期待感 对对对 以前吃冰不容易 可能早期 可能吃饱都不容易 所以吃冰这种东西 就感觉很像是那种 过年过节的一种奖励 或者是你 你做了什么好事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 扣赏这样子 对 你说你这本书 其实往我 跑了二十几个点 对 八个点 但是你知道 你为什么会想要出 因为其实 台湾的市面上 美食的书很多 可是你怎么会想要 用一个冰 为主题 来出一整本书 是你自己 很爱吃冰吗 应该是说出版社 它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因为我们看 那个市面上 其实针对介绍冰的 大概可能就是夏天 然后可能就是杂志 做个主题 然后一个夏天过去 就没有了 这是真的 然后这本书可能就 那个数字高个 那所以我们就想说 其实台湾的冰 其实很丰富 很精彩 所以就很想 而且没有一个 比较完整的主题书 推出来在市面上 所以我们想说 那就可以出这样的一个主题书 而且我们不是指局限于 一般的古早味冰店 因为我们把那个糖厂冰 跟电厂冰 这个工部门的冰棒 把它介绍出来 这个也比较少看到 在市面上有书籍介绍 因为我觉得 大家现在其实都很喜欢 吃工部门的冰 因为他们的冰很便宜 驾冰 对超便宜 而且你去花莲糖厂 一定要去那边排队 对对对对 糖厂的部分的话 就花莲光糖厂那边 他们也有驾冰 可是他们现在 你知道他生意实在是太好了 后来他就后来 他们也研发很多种 很多种冰淇淋 所以他们的主力 反而是冰淇淋比较多 大概好像他冰淇淋 零零种种 这样搭配起来 可以到23种 而且他们生意好到 好到是说 他每一个冰品的品项 是用号码去叫的 没错 没错 已经进不上 我还记得 我应该是前年去的吧 我为了想要吃那个冰 然后排队还排很久 而且重点是你领了 你在排队的过程当中 你本来是想说 那我就买一个银银银好 可是因为你就是排太久了 排太久 就会有一种失心风 你就想说 都已经排到了 那多拿几个 多叫几种冰好 他现在冰的种类 超级多的 而且多到一种 会有一种选择性困难发作 对对对 所以因为他们糖尝 也蛮厉害的 就说 既然这么多冰 也那么难选 那我就帮你配好 对不对 而且他们配好的 一定都是 就是他们调查过的 就是哪一种 他们在卖的时候 当然知道说 哪一种口味 配哪一种口味 因为他的那个甜筒 就是我们讲的冰淇淋 一定是配两颗 那你可以两颗都一样的口味 当然也可以不同的 所以他们配 整个配起来 他就看 一定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口味 这样去配 你就不会有选择障碍 譬如说你喜欢吃 薄荷加巧克力 我喜欢蚝啊 蚝啊 对就可能蚝啊 会有蚝啊的 他们还有木瓜 木瓜可以 可能木瓜两球的这样子 你看到你喜欢吃木瓜 你就点木瓜那一款就好了 现在讲起来 我才跟你口号连续 我就突然觉得好想吃冰 而且你知道 现在要去到这个 台湾爬趟 还是对我们来讲 还是有点小小的困难 刚刚你知道那个之前 我有采访那个 在新店的那个桂山店厂啊 嗯 他他的 他生意非常好 他一天可以卖到 三万多到四万 这么多 嗯 因为他除了一般零卖的话 还是有一些小零售商会去批 批发他的兵 有时候一批一千五百只 他还可以打折 所以你有时候在壁坛那边 可能会看到 卖那个桂山店厂的兵 就是他们批出来的 但价格会比较高一点 还有在深坑会卖一种 像是一球一球的 很像蛋的那种兵 然后它也是插在桶子里 跟铁亚兵有点像 对 它是类似可能有点像 我书里面 稍微有提到的 就是那个鸡蛋兵 那个真的也是古早味 对对对 就一颗像蛋的 对对对 它是古早味 那现在可能 呃 后来有些 它本来最早的话 是那种铝制壳的 然后可以拆开的 然后现在的鸡蛋兵 它可能有些 因为有可能细胶的发明 所以它可能 后来的容器不一样 可是它还是那种蛋型的 对 它就可能是古早味的冰 呃 发展过来的 对 嗯 好 其实哦 在这本书里面 我们不是只有讲到冰哦 比如说冰品啊 或是哪里可以吃到什么冰 其实有很多的冰 呃 你现在会觉得说 啊 我们就是去玩的时候 就会去那边吃 可是你不知道 它原来背后有这样的故事 这本书其实蛮精彩 我觉得你的卖点是故事 对 我的卖点是故事 因为我们其实 28个点 我就是每一个都有 呃 不管是找到那个电厂的 可能你知道现在 我觉得正是去采访 我才知道 哦 原来电厂的冰 其实是要那个电厂 本身的一些里面的 呃 部门去兼任的 好 你等一下先卖个关子哦 是 我们今天就 待会儿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好 广告之后呢 我们今天整集 好不好 就来听名利讲兵 OK 今天雨天每天都想你 Hug Radio 是我扬起 就一起 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劲 吃喝玩乐 最有劲 7月17号 星期六的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 POP有够劲 我是宜佩 好 今天在我们节目 call out给台湾冰 好吃的作者叫 台式冰品花样百出的 作者江明丽 好 明丽其实在全台湾 爬爬造 走访了非常多的地方 其实要讲这个 台湾的冰品 虽然说现在真的花糟百出啦 可是你真的会 留在你头脑里 那种印象很深刻 最纯粹的 都是那种古早味的冰品 所以这本书 其实我自己很喜欢 好 但是我们其实也很好奇 比如说这是糖厂啦 电厂啦 在全台湾有很多嘛 但糖厂就好好 卖糖就好 啊 电厂就好好 供电就好 当然为什么 他们要来做冰呢 这是我一直 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对对对对 像工部门卖兵 其实我觉得也是 可能无心插流 像这两个工部门 为了卖 所谓的卖兵 你知道工部门 其实他们本身 都有给眷属的 一个福利社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工消费的 然后可能里面会卖个 就是本来就是 他们厂区里面的 就是为了给员工 因为你知道 一个厂区很大嘛 它不可能让 尤其电厂又在 清山啦 你知道吗 出来买个日用品不容易 所以他们有时候 在电厂里面 会有个福利社 福利社里面就不害 卖一件日常生活用品 那当然冰品 是其中一个 然后就是卖着卖着 那为什么电厂 会有做冰呢 对啊 因为像我去采访 那个在台中古关 它有个大甲发电厂 它叫白冷冰棒 然后还有我刚刚提到的 那个桂山 桂山冰棒 他们就是当初 像桂山冰棒 当初是在 要做翡翠水库嘛 那大甲 大甲那个白冷冰棒 是要做那个 那边也电厂 它就是要发电 不是要盖水库嘛 那水库要用那个 钢筋混凝土 像去弄嘛 钢筋混凝土 它其实在运作的时候 它很高热 那你要让它降温 所以它势必要用 大量的冰块 去让那个 它的建材去降温 是哦 对 所以他们就是天购的 因为一开始 他们还是跟外面 那个买冰来 结果原水 就不来进火嘛 就太慢了 所以他们干脆 自己就去购置 制冰的机器 那水库盖完了 制冰机器就没有用了嘛 他们就觉得很可惜 那就干脆 自己电厂来 来做冰来卖 一开始 一开始也是 自己福利社在卖 后来因为生意太好 你知道吗 就外面的 一直净掏到他们里面 后来就干脆 就制成一个冰品部 出来 等于说是 等于说是一个 事业体了 就出来卖 你动成事业体了 对 没有 它应该就是 有点像类似子公司 我懂我懂 可是这些事情 就是无心插流 很有意思啊 因为你知道吗 它要卖给自己员工 做的 吃的东西 一定都是真材实料嘛 对 真材实料 然后价格又便宜 对 可能早期 早期一只冰棒 可能才一两块钱而已 然后你看这么多年来 大概四五十年 这些电厂冰都很久了 现在也不过才 多到大概可能 有清冰更便宜 七块 然后冰多十块这样子 十块到十五块 很便宜这样冰棒 所以就变成说 因为它的冰 便宜 然后又真材实料 所以变成说 买的人就很多这样 是这样子的一个来 电厂冰的故事 是这样 那堂厂冰 你知道 做冰一定是要有糖嘛 对 那堂厂自己 既然自己做糖 那就是 肥水不落外人天 对对对 它自己就已经有 做糖了啊 那干嘛不拿来用呢 对啊 那成本就很低嘛 这样再加一点料 它最早的时候 糖厂 我去散化糖厂采访 散化在台南嘛 那边的齐老就讲说 它们一开始 没有这么多花样的 什么红豆 绿豆 芋头啊 什么的 那么多 它早期就是糖水冰 糖加水这样 然后大家都吃得 吓吓叫了 我没有吃过 真的糖水冰 我好想吃吃看 现在还吃得到糖水冰吗 可以可以 像那个 在散化糖厂里面 它有散化跟胡萎啊 我觉得可以推荐 胡萎 就在云林嘛 胡萎糖厂 它是现在 台湾唯一一个还在用 就是12月到4月 唯一一家还在用 白甘蔗 做糖的那个糖厂 那它在这个时间呢 因为它不是白甘蔗弄回来 就是白甘蔗芝麻 然后才做成糖 那些白甘蔗芝 它们就拿来做冰棒 所以它这个时期 会有那个限定版的 甘蔗芝冰棒 对 就非常的甘甜 对 然后它大概12月开始 做做做 大概卖到可能 要看它做多少 顶多到6月就没了 好 对 那我们现在7月 是不是吃不到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12月 对对对 就可以期待 那如果说你这个是白甘蔗 那如果你要吃其他的 单程糖的冰棒 我想吃白甘蔗 所以要去胡萎 对对 而且只有胡萎卖 其他地方没有 常常他们没有 胡萎堂堂 他们没有在别的地方卖 不是啦 要么就跟它宅配 要么就是现场卖 我跟你讲 现在真的要宅配啦 现在大家都宅经济好吗 而且这个疫情 这样一直弄 一弄过去 大家都要往外求援 大家就是全部都要宅配 可是你知道 它冰又很难处理 因为它必须要冷冻 冷冻包裹 现在既送又 常常断断续续 又说不送干嘛之类 对 所以要大家宅配 还是要去问一下 那时候我去采访的时候 我是三月到四月 那时候还OK嘛 所以其实他们都 因为都是用保利笼 但因为它冰本身就有冷度 所以大概如果用 而且他们都是低温宅配 对 所以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我好喜欢那种 古早味的吉拉冰 有没有 一整排这样排 我很喜欢那种 那种很整齐的这样排练 然后从那个 很大很大的保利笼 箱整个打开来 好疗愈哦 对对对 感觉就很舒服 就是感觉很舒服 很舒服 就可以吃得很过瘾 对而且就是感觉 就是会有一种 不知道就是夏天 就要有这样子的感觉 而且要从那种 很厚很厚的 有没有 的那个保利笼箱打开 对他们通常一次 可能就至少28支 那有些人会订50支 就是你才可以 因为它的箱子是固定的 所以但他们都会建议说 有些人可能说 那我订个10支 OK 因为它箱子就是那样 所以他们都会建议说 那就给它装好装满 对 不要浪费那个运费 因为还是要运费是另外算的 对 所以就是有时候你买的话 就是尽量买多一点嘛 因为其实家里的那个 现在大家家里的那个 冷冻库其实也蛮大 它那个OK 你就把白泳弄掉 然后去夹边 我那时候去采访的时候 就是带很多回来都不够装 你知道吗 我们摄影师他家里有一个 他都可以去那个Costle 买一个整个大的那个冷冻櫃 我跟你讲 我这个疫情 我也超想买冷冻櫃 因为大家都买很多冷冻食品 都没地方冰 就我一直在犹豫说 我到底要不要去好事 多买一个那个冷冻櫃 有有有 我们摄影师一买 很夸张 你们真的很夸张 可是那个冷冻櫃 一买来放好放满 放很爽 因为你可以放很多东西 因为你看你可以看 你看我去采访28家 我每一家都很想 而且我在 我告诉你 我在写稿的时候啊 我每写到哪一家 就特别想吃那一家的冰 然后我 其中我写到一家 那个基隆泡泡冰嘛 基隆泡泡冰啊 还好 还好他在那个 全年跟Seven有铺货 因为他已经做成 冰淇淋盒状了 刚刚我跟你讲 那吃起来还是真的不一样 因为我是道地基隆人 而且你知道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吃到泡泡冰跟现在的泡泡冰 吃起来也是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我必须说你知道那种 用一个那个磁碗 旁边有一点破的缺角 然后怎么办泡泡冰 不就是要那样 泡泡冰就是要那样 你知道小时候 我妈牵着我的手 去庙口买泡泡冰的时候 无论是哪一家 我都好难选择 还有你书里面介绍 远东泡泡冰 都是我们基隆人的爱 可是你知道那个碗 一定是要那种旧旧的 然后你要看到 他一直在那边打那个泡泡冰 现打的超级好吃 超级好吃 那个feel就不一样 那个feel很不一样 再加一颗蛋有没有 对 进去那边打货那个泡泡冰 他直接现打 对 那你打冰他们的组 对 他们卡手就溜了 然后弄好之后 直接拿给你 那整天你都会觉得 妈妈不管怎么骂你 考试成绩怎么烂 你都觉得无所谓 那你知道泡泡冰 为什么叫泡泡冰吗 我不知道 对 我跟你讲 因为我有问那个 用泡泡冰 他说因为 他们打泡冰就是那种酱嘛 就在那个碗里面嘛 那他雪 就是那个雪冰跟那个酱料 一直一直起来 就是等于说 他混合起来 他的体积会越变越大 越变越大 很像吹泡泡那样子 因为本来他只是冰下来嘛 他底下可能他只是酱料啊 本来两边都是少少的料嘛 但是混合起来 他经过快速的搅打之后 他的体积就变大了 就很像吹泡泡那样子 所以才叫泡泡冰 而且我一直在怀疑哦 就是每次我在看他们打泡泡冰 而且我都会 你知道我们这种那种基隆人哦 就是行啊来 有没有 我们就绝对不点那种 蛤 什么已经放在那边打好了 我才不要 我就是要 对 我要现打 而且我就要点那种 他没有准备好 不是放在那边的 我就要他现打 我那现打吃起来的绵密感 你跟那个感觉 Fu就是 对 就是不一样 对 可是我那时候 小时候在看 我就是很好奇 他把那个冰弄过来之后 也是加了这个酱料 可是今天 米粒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解答 因为我看了这么久 我都不知道 原来是因为糖 然后跟冰 在快速打发的这个过程当中 会让这个冰会有种膨胀的感觉 所以叫泡泡冰 对 还蛮神奇的 可是我好奇的是 台湾早期 譬如说从清冰也好 从刷冰也好 都是那种 比如说加这种 很纯的黑糖水去熬出来 但是泡泡冰的那个老板 尤其是你访问那家远东的 我最有心 你知道我这一本书 第一个就先放到远东 我想说我看你怎么写 我真的很想要知道 他们背后有什么故事 但到底为什么 想要做这种冰呢 我听他们讲说 因为早期 大家在吃刷冰的时候 就是料跟冰是分开的 就是老板给你 就是料跟冰是分开 可是大家吃的时候 还是会混在一起 对不对 然后老板说 为什么你要加刷冰 这样我就先帮你加刷就好 就是帮你把这个动作做好 然后就才会有说 才会有泡泡冰 这个冰品的发明出来 因为他就看客人这样弄 那我就帮你弄好了 当然跟现在我们一般的那种 就是很多料的那种刷冰是不一样 不一样 它那种是有点像那种冰沙的感觉 所以它的酱料 应该都是那种液态状的 那顶多 那当然招牌就是一定是 花生加花豆 对 花生花豆 你知道那一打好 譬如说不是 对香气十足 你知道它递上来的时候 哇 好香 你在一边 右边那边找零钱要给的时候 左边就已经在上面先舔一口 是那种感觉 没错 是那种氛围 因为你在看它打的时候 就是会有一种期待 我觉得他们贩卖的是一种期待感 你知道现在这是真的现代人 机器无法取代的事情 就譬如说烤红豆饼好了 对 像那种基隆油好几摊那种 真的很古早味那种红豆饼 你就是期待它在那边转啊 加菜脯啊 加一些有的没的料 奶油 对加奶油 然后旁边来一个香气冒出来了 你点几个 那就是一种期待感 对 我们现在的人很需要疗愈 对 经过这个疫情我们更需要疗愈了 没错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近段广告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网罗了各式各样的兵品 明丽才讲了冰山一角而已 广告之后再来请明丽讲故事 OK 7月17号星期六的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POP有够近 我是怡沛 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要带大家去全台湾各地来吃冰啦 出了这本书叫做台湾冰好吃 台式冰品花样百出的作者江明丽 现在明丽在我们的线上 好 呃台湾你要说在这个疫情来之前 最红 红遍全台湾大街小巷 而且应该算是今年度 票房最好 累计票房最高的就是 这款好不好 当男人恋爱时 你知道看那一部电影的时候 哇 我也是口水直流 当然丘子很帅啊 让我口水直流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是 哦呦 他们约会的地点都在冰果市 以前人约会地点真的会在冰果市吗 真的真的 像我说里面有 像你刚刚讲这部电影啊 刚好拍摄景点 就由我们这次采访店家 里面就是在士林那家新发亭 是 雪花冰嘛 是 他就是真的有去现场 就是 当然有布置过 然后可是他 因为他这家冰店 他还是保留的 那个时代的 他没有装修什么的 他还是保留 那个年代的那个氛围 所以可能这也是电影 想去那边取景的原因 然后他们家 为什么你讲说那个冰果市 因为早期的时候啊 青年男女约会啊 其实那家新发亭 当然南部也有一些冰果市 它是所谓的那个 约会恋爱冰果市 你去哪一家都 都是 真的是约会恋爱冰果 有叫约会恋爱冰果市吗 有啊有啊 就是那个冰果市 基本上冰果市就是 大家 因为以前你知道吗 早期没有所谓的咖啡厅 是 什么之类的嘛 那你要吃个东西 然后就是 呃 约个地方见面 那当然冰果市最好 尤其是夏天 嗯 然后呃 不管南部北部都有 只要冰果市 那就是去 进去里面 那要吃个 那像新发亭 设定那家 你知道呃 那附近有很多啊 譬如明川 嗯 的那个学生嘛 是 其实他们早期的时候 都都会 呃 约到那个冰果市 呃 就是这家店里面去吃冰 然后就是 男女这样约会 你知道 有学生的地方啊 他们就是约在那里 然后聊个天啊 吃个冰啊 嗯 顺便谈个恋爱 这样子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 约会的冰果市 为什么就是 男人恋爱时 他们会挑到那个地方去 因为早期那样子的氛围 就引起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诶 新发亭 如果我自己印象没有错的话 它是不是在一个小巷子 对 它是小巷子里面 哦 我跟你讲 学生最喜欢在那种小巷子里面 约个小会 亲个小手 对 然后眼神交流 交换一下 然后我们两个 女生一定说 哦 那个好大碗 我吃不下 对 暧昧的阶段最美丽 对哦 暧昧永远最美丽 对 好好说 我吃不下 然后如果女生想要跟男生 share一碗冰 哇 那表示 哇 有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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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你一口我一口 对 哇 就真的有一种 满满恋爱氛围 对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你讲提到的那个 冰果市的 以前的那个 古早 早期的那故事是这样子的 可是台 譬如说北部的冰果市 跟南部的冰果市 你走了那么多 其实真的不太一样 对不对 南部的冰果市 比较多的是 其实都差不多 你讲的冰果市 应该都是以刷冰为主 对 对 那当然刷冰 它一定都是 现在还有的话 一定都是那种古早味的 那刷冰最早期一定都是那种 八宝冰 哦 八宝冰 对 四国冰就是所谓的那种蜜贱嘛 什么杨桃啊 凤梨干 凤梨干 八宝冰的话 就是可能红豆绿豆加汤圆 什么这样 它是比较古早味的 但你现在去各地的那种冰果市 其实这几种都还有 那当然 现在很 就是慢慢的 他们也会跟着那个流行走 所以你去一定 大家都 像现在这个季节 一定都是芒果冰 是大众 对 可是芒果冰 我不得不说 虽然说台湾的爱文芒果 的鸡确很好吃 但我觉得比起 你要真的要说 真的是古早味的冰 我觉得芒果冰 真的不能算是我 我刚刚跟我们家节目制作人 就是在九点的时候就在聊 芒果冰 我们两个真的没有办法 在心目中排行在很前面 因为台湾冰好吃太多了 是 对 芒果冰就留给日本人吃 我们卖它们贵一点 我们赚多一点 年轻人爱吃水果冰 水果类的冰 然后比较年纪长一点的话 他就喜欢怀旧 他还是喜欢那个红豆牛奶冰 简单就好了 甚至有些早期的那种 没有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昂马利做成的蜜饯 弄的一碗冰 大家也是吃得很开心 利甘冰现在在哪里吃得到 利甘冰就是在高雄 有一家叫阿婆冰 对 他还有 他还有 就是那个 第一代创办人留下来的 他就真的是利甘 就是红肉里 他真的只有几颗红肉里 可是他那个做成红肉里 要做成蜜饯 要中间很多步骤 又要煮 又要腌 又要晒 是很高纲的 所以他吃起来就是很纯粹 那种甘甜甘甜的味道 对 甘甜甘甜 其实就是创冰加那个利甘 我现在好好能够想象那个味道 因为就是有那种酸梅 那种酸酸的那种感觉 然后有一点微咸 酸甜酸甜 微咸的那种感觉 那夏天吃起来好清爽 因为我个人不爱炼奶 虽然说大家都在比拼红豆牛奶冰 我个人就喜欢那种吃起来比较清爽的 那利甘冰真的要去吃一下 像你讲的红豆牛奶冰 我们不是糖厂里面吗 对 糖厂 几乎所有的糖厂都有一款叫红豆牛奶冰 可是它红豆牛奶冰不是你讲的加炼乳 它其实是那个牛奶冰淇淋 加一勺红豆 对 然后这样下去吃 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花莲光糖厂的那个红豆的做法 它跟那个一般其他糖厂就是可能红豆熬煮了之后 就会有那种比较稠的那个 我不喜欢红豆变刷刷的 你喜欢红豆刷刷的吗 我不喜欢 好 因为我就不喜 我就觉得红豆就是刷刷的 就是那种很狗或是刷刷的我都没有很爱 那你喜欢清爽的啦 对我比较喜欢清爽 没有 我不好意思打断你 但是喜欢刷刷的人很多 譬如说我妈 她就是要刷刷孔 就很想要吃刷刷的 要有红豆泥那个味道才是比较正宗的 当然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好 你刚刚讲说光复糖厂它在做那个红豆是怎么做的 它其实一般的糖厂它会只是熬煮 然后就变成红豆泥就是比较稠一点嘛 可是它还是有点像那种我们吃红豆汤圆的那个红豆 可是糖水少一点 它整个就是整个红豆泥这样子 那那个糖厂的话它已经 它会熬出来之后它先放冷冻里面 就是弄成有点像那种球状 它已经很扎实了 等于说一球它已经没有水了 可是那个吃起来就是很绵密很扎实 有点像我们在吃那个你讲的红豆饼 它做的里面的红豆泥内馅的那个样子 我懂我懂 已经算是有点 我有点半凝固的那种感觉了 我个人就喜欢那种口味 这种我就可以接受 但你是说那种 譬如说现在市面上 其实我不太懂耶就是好像有很多冰店都在比拼红豆牛奶谁做的好吃 而且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就是红豆牛奶冰控 他们想要网络全台湾各地好吃的红豆牛奶冰已经到了一种疯狂的变态境界 但是他就说他们要吃那个就是红豆它出来的甜度的感觉 刷刷的口感的那个还有浓稠度 就是都是他们的比拼重点 而且煮得厉害的话皮还不能破 对对皮不能破很重要 咬下去还有一点微皮感 对你咬下去有皮感 然后又有人吃到那个里面的 它其实皮没有破 可是里面的那个 那个泥 又是饱满的 刷刷刷刷刷掉了 就是你要用你的牙齿咬破那个皮 然后里面又是棉到化开的刷刷 他们说那个是极品 这种我们就不太了解 这种我是真的不太了解 我真心不太了解 但就是有很多红豆控好不好 对 好那如果来到东部 你看那花莲有糖厂嘛 比如说大家去花莲都一定会排 但是你知道你只要开东部 假设你开东部过去 你一定会经过宜兰 我个人是芋头控 去宜兰一定要吃那个 那家叫什么来的 对对对对 我刚才我排 我这个人是不排队 但那家我排超久都可以 真的 它的那个芋头味 真的是香到一个 让你觉得太幸福的香 他们像以那个藕蚀做主打的话 他们在挑藕蚀 一定都是非常的丁筋的 我好奇的是说 你说台湾 各地都有产蚀蚀没错 那你要说蚀蚀要叫出来说 呵呵有名 当然就是大甲蚀蚀啊 就大甲芋头不是大家都知道 你怎么会宜兰这个 宜兰的这个阿中会这么有名 因为你知道吗 台湾的蚀蚀其实是有名的嘛 然后他们在挑的时候 当然就会以大甲为主 那当然 那个老板有讲说 其实大甲因为他的名气大 然后这样他的产量也大 所以大部分其实只要有做蚀蚀 不管是蚀蚀任何的产品 其实都是大甲那边的 那当然其实有些人不知道 他像他有时候 因为他有个季节性嘛 所以可能他也会用公馆那边的 公馆的蚀蚀也很有名 因为他们现在种植其实不分 他们会分那个季节种 所以你不用怕可能冬天没有 他是中秋以后才是盛产嘛 蚀蚀是中秋以后是口味比较好的 然后当然是他沿着 就是他会看季节去农 那当然会进大量的货 那重点他们好吃的是因为 他就是 他是真的不是去叫人家 那种已经销好给你 他是一整棵 就是那个农民弄过来 他是要一棵一棵自己销 那个老板现在自己还在那边销芋头 而且你知道阿中的那个芋头冰 你在吃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像红豆一样 你会吃到有一种微皮的感觉 它其实是有两种 两种芋头混在一起 有一种微纤维感 我就是喜欢那个纤维感 因为它就是 就是完完全全是植物 就是浓作物 还有颗粒感 那个好重要 我不想要打到那种 那个什么纤维都没有 对 因为他们一销好之后会刷成羊 刷成羊之后也是 就进到那个 他们还是用那个大锅熬煮的 就是你知道他是用那种灶 用骨灶 他不是用那种那个 就是那种现代瓦斯鲁 他是用灶 老板说那个用灶的话 就是那种用 利用他所谓的远红外线 然后会可能会让芋头更 香气更浓 或在煮的时候比较好 他都用去熬 熬完之后 他其实没有 把它熬成泥 他会留一点颗粒 我喜欢 对 老板是内行的 他就是要网络 像我们这种客人 不喜欢吃到那种 完完全全 渣渣都不见的 渣渣都不见了 那我还吃什么 就没有feel了嘛 所以老板真的很会 阿中是真的好吃 你知道宜兰还有一家 我很喜欢叫小水牛 小水牛是吃雪花冰 那家我个人也觉得很好吃 是在 是在宜兰大学附近 那家我很喜欢 因为我觉得它的口味啊 什么的 它的雪花冰 应该算是北部 我吃到我自己觉得排行榜第一名的 好 然后最近到底为什么 从什么时候开始红起来 那个就是把 把那个什么水果打成碎碎的 对 然后变成是一个感觉像水果冰 好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哦 好 广告之后我们来解答 这个水果冰到底怎么出来的 OK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7月17号 星期六的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 POP有够近 在我们节目call out现场 是出了日本满满的 邦尼网络 全台湾冰店的名利 好 那个去年 大概约莫从去年开始 就有厂商在网络上留言 给我说一佩想要请你吃 我们这个嘉义很好吃的 鲜果冰棒 我还真心没看过 这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 而且现在蛮红的 对 蛮红的 其实有一阵子 其实大家对食材问题 还蛮注重的嘛 所以有些他可能不太想去吃 比较传统味的冰棒 所以就是有一些厂商 他觉得他冰棒还是可以做 再让台湾的水果 其实是品质蛮好的嘛 然后水果冰棒 在市场上也有销入 所以其实有一些 厂商他就是开始研发 纯粹以水果来做冰棒的产品 然后像以水果冰棒 纯水果冰棒 就是不做所谓的花式 像我书里面有 你看那个封面冰棒 就是一根冰棒里面弄的 就是很缤纷多彩 对 对 对 上面有星星的那种 还有星星什么的 那像纯粹如果说 以不做水果冰棒 不做这些花式的话 比较有名是春一枝 大家应该都知道 春一枝 然后他会做水果冰棒 是因为他在之前 他到台东的时候 就是农民 他要解决农民手果的问题 基本上手果的话 他的卖相就不好 没错 可是他又是水果香气 最浓的时候 所以他就想说 那为了解决这种 手果的问题 他就那个做了冰棒 然后才会有所谓春一枝 所以他的春一枝冰棒 全部都是用那个台东 或者是东部的 新鲜水果去做的 他有另外一种 现果冰棒就是会用贴花 所谓的贴花就是可能 他一枝冰棒里面 他会有很多的 很多口味 像我介绍台中 有一家叫冰棒的冰棒 他很有名的一枝冰棒 叫红绿灯 他是三种水果下去弄的 他做的也蛮厉害 因为这个其实要考虑到 整个水果 他在进冷冻 冷冻库的那个 因为他是三层的 对 三种颜色 他可能复盆美 就三种这样加下去 他这一枝红绿灯就爆红 在台中那边 大概五年前吧 就爆红这样子 然后后来他就是研发了很多 包括可能也有芒果的啦 那当然他们都会加 鲜果贴片 好 那如果私心的 让你选 假设如果你 你走了 走访这么多的这个冰店 在书里面 假设如果真的解封之后 大家真的可以去外面 旅游了 你最想去的第一家店是什么 这个问题其实蛮严苛的哦 重点是我个人想知道 因为你比如说 你走了那么多 会让一个这种冰品大王 这个作者 在解封之后 最想去的一家店 那我们是不是稍微 要列入一下 清单里面 一家吗 我不要讲哪一家店 我最想跑的是东部那边 因为你买冰之鱼 你还其实还可以游玩嘛 因为大家最近其实都 大家在闷在家里 其实都都那个 所以就很想往那个郊外去嘛 然后东部的风景空气都很好 然后又可以吃冰 哎呦 该不会是光布糖厂吧 我 不能不能说 我会从阿中开始吃 从阿中开始一路 我走一趟 当然不可能吃一家店 对不对 我从北部 然后再去你讲的那个小水牛 吃一下 然后就是 再往东部 然后再往台东 可以吃买一买 然后就很愉快这样子 哎你真的很会 谁都不得罪 那西部的朋友怎么办 西部人想说 哎怎么这样子来采访 我们都没来吃啦 这样不来啦 我这本书还倒一千半 我知道啊 很厉害 好 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欢 我觉得这本书 算是现在坊间网络 最最齐全的 在讲台湾的冰的 就叫台湾冰好吃 其实不难找 因为如果你在书局 就看到这个各式各样的冰 放在这个书封 大家就知道了 好非常谢谢明丽 今天给我们介绍这么多的冰的故事 最后帮我们点一首歌 送给听众朋友吧 我想点那个五月天的星空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一个 你知道他现在 大家疫情 都大家就觉得说人心惶惶 你知道吗 然后你 就是有点看不到镜头的感觉 然后就是不知道 到底什么时候才结束 那我觉得这首歌 他的歌词很有意义 就像阿兴他 其实有曾经因为这条歌 他有稍微解释一下 他说他这条歌要展现的 就是人在面对未知的恐惧的时候 还是要提起勇气继续走下去 所以我就觉得很想把这条歌 介绍给大家 就是你在看到可能未来没有录的时候 其实就是光明可能 就是有点像这种 你看到山洞口的那个亮光出来的 就是好的地方就不圆了 其实就是看到了一线生机 就譬如说雨停了 对 然后呢 接下来出太阳的日子就不圆 就是这种感觉 有点波云见日的感觉 大家其实要有信心啦 是是是 好不好 台湾人要对自己有信心 我们可以的 对 我们可以 加油 等到这个整个大解封之后 我们再来去全台湾各地吃冰 好 谢谢明丽 谢谢 谢谢 你 我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